在马来西亚沙巴地震中拯救丹荣加东小学学生的三名金纳巴鲁山巷岛抵达我国 他们将会和他们所救的学生见面 三名巷岛是在亚洲新闻台的安排下 昨天晚上抵达张益机场 地震发生之后 其中一名巷岛利兹旺被拍到背着一名新加坡籍受伤男孩下山 照片流传网络 利兹旺后来被网民赠为英雄 他将会和当时背着的丹荣加东小学生瓦菲克见面 一些公众从社交媒体得知 这几名巷岛会前来本地 还特地到机场迎接三人 三人今天会前往丹荣加东小学和学生们团聚